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都靠不住 除非你有用 作者 一本书 人生在世 到底能靠谁呢 成年到靠山上会倒 靠水水会流 靠庙 庙会塌 靠神 神会跑 在成长这条路上 孤立无缘是常态 无论是亲人还是朋友 都有自己的责任要扛 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不可能事事都拉你一把 难关面前 别总眼巴巴指望别人 唯有靠自己 才能真正体育 往漫漫人生的风霜和雷剑 曾经有一个热门话题 如何看待你自己在别人心里的地位呢 下面有一个回答很是初心 永远不要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地位 可能在别人那里你什么都不是 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用真心待人 就能换来同样的真情实感 殊不知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电视剧《我是余欢水》里 男主余欢水就是一个特别仗义的人 好兄弟需要用钱 他恶话不说 就把去世母亲留的十三万亲囊相借 那时候的余欢水从来没有怀疑过兄弟之间的情谊 但他有事记得用钱 好生好气向对方讨要时 犀利的兄弟却一拖再拖 不仅把他耍得团团转 更吻起了人间蒸发 后来余欢水街头偶尤好友不解的质问 你为什么要骗我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朋友呢 对方却没有一点点牵异之心 甚至洋洋自得道 我就是骗你怎么了 钱我会还你的 不过得看我的心情 现实给了余欢水当头一棒 人这一辈子没有哪段情感是永恒不变的 没有哪段关系是经久不衰的 爱情也好友情也罢 请擦亮眼睛 别总轻易交付自己的真心 无论何时 首先要爱护你自己 过好自己的生活 请看看人走茶凉 也享受事实无常 懂得亲疏随缘 爱恨随意 把自己的善良和信任 留给更值得的人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个人在屋檐下躲雨 下巧遇见一位禅师撑上走过 于是他叫住禅师 都说佛法讲究普渡众生 你今天对我一层如何 禅师回答 你在屋檐下我在雨中 我在犹豫而屋檐无语 不需要我度你 听吧 就人立即走出了屋檐 站在雨中 现在我也在雨中了 这下你应该可以度我了吧 禅师说道 你我皆在雨中 我没被淋雨是因为有伞 而你淋雨是因为没在伞 所以说不是我度你 而是伞度我 如果你想要度 请不要找我 要自己找伞去 那人听完便怒道 不愿度我就早说 何必落这么大的弯子 禅师听后 心平气和地说 想要不淋雨 就要学会找伞 总想着依靠别人 自己不肯努力 到头来只会输了自己 岁月不止 事事复杂 与其期待别人 不如依靠自己 慢慢人深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都有自己的难要度 不要失望别人给你收拾烂摊子 成年人的世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脆弱的 即使别人帮得了你一时 也帮不了你一生 你的人生功课 得自己去好好功课 事实依靠自己 你才能真正有所成长 才能发现 命运为你准备的彩蛋和惊奇 别被困难吓倒 别被过往束缚 别给自己设限 当你步履不停 勇敢值钱 你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恰如作家汪国珍所言 机会靠自己争取 命运靠自己把握 这一生 你最大的贵人 就是你自己 朋友雅雅毕业后 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建立一个小小的时尚传媒工作室 最初为客户来投广告 他们照着手中的名片 一家家公司去拜访 说得口干舌照 客户却依旧不为所动 这样的情况 持续了好几个月 雅雅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这么努力 却始终得不到自己的薄弱呢 后来一个业内 资深前辈实在看不过去 送给了雅雅一句话 与其指望别人 不如修炼自己 雅雅终于恍然 开始和团队的伙伴认真的钻研 直播方案 分析粉丝属性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去写脚本 调灯光 测评产品 如今他们的单子肉眼可见的 多了起来 我们总会遇到被生活 一巴掌伤痕运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运气简直坏透了 饥饿迷茫 困惑 不解 对一切产生 深深的无力感 这一段生活 为什么承受这些的会是我 但是兜兜转转 绕了一圈后 你才会明白 信与不信的底牌 始终握在自己手里 与其失望贵人相助 倒不如在自己身上 多花点时间 不断投资自己 充实自己 只要你愿意学习 去探索 去拥抱心知 你就一定能开启 属于自己的非方人生 或许塑造自己的过程 会很辛苦 但未来你一定会感激 现在拼命变好了自己 带的路还很长 三点苦辣都要自己扛 别再希望别人了 别再挫服真心 请记住 人想要的人生 只能自己掌控 你想要的幸福 只能自己经营 愿你对生活珍惜 对自己负责 对未来期许 人情世事 重燃艰难无比 但光亮在前 请勇敢前行 共勉之 不知道在你的 小的时候 或是长大以后 有没有曾经有 长辈跟你说 找一个好的先生 然后假了 条件也不错 经济也好 这样以后就能过上 幸福的生活呢 或者是说 娶一个家庭条件不错啊 知数打理的女生 作为你的太太 未来的家庭 你就会更美好呢 好像乍听 像这样的说法 也没什么错 可是认真想来 这样的配对方式 会有很多未来的隐患 就比如说 如果我找一个 条件不错的人 然后我想着 我可以依靠他 我可能就开始 不学无数啊 我就想着没关系 工作我就随便做做 然后也不用特别善进 因为回家有吃 有喝有住 不用担心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嗯 不敢说 会相处在一起 相爱人 结婚就不会分开 那如果你一味的 这样不努力 跟不上进 不在有限时之间里 去提升自己 有一天你们分开了 那怎么办 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这样 什么单亲妈妈 或是什么样的 我说的比较极端一点了 他们有很多人 就可能离婚之后 因为都是家庭主妇嘛 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能做什么 会做什么 能不能养活自己 但当生活逼你的时候 你就能做下去 这是肯定的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到那样的情况下 你才开始自我学习跟提升呢 我并不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或者是说 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就是你的工作伙伴 但应该是互相成长的 就好比说我像直播一样 支持我的你们 为什么就一定就只是支持我 然后就是可能 看着我飘飘飘飘飘出现呢 或者看着我有所成就 或者看我大红大字 或者是支持我的生活 让我过得更好 所以你们只是看我表面这样吗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 垃圾娱乐 对 因为我觉得支持我跟陪伴我的人 大家都是一起在 共同过相同的每一天 和努力的成长每一天 跟坚持过相同的每一天 我不知道我能给大家 带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但是最起码 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是坚持跟努力 也在不停的 每天当中 学习新的歌曲 然后阅读更多的文章 甚至耍费 对 因为我们该有的 七情对于大家都有 可是 我也不知道 我的直播到底能给大家带来什么 但最起码 你们看到的我 还是上进先持跟努力 哪怕其实我也觉得很惨 所以呢 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不能去 依靠任何的人 所以在我们未来成长的道路上呢 还是要学会提升自己的能力 你现在可能 没有办法去争取到 很多的好的生活 或是好的工作 或是好的薪水 或是很多好的 你未知的未来 那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你要相信自己 所以在 不管你现在 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或什么样的生活 在我们空闲的时间 你可以听听你和我的阅读时光 或者能去看看书 或者去提升自己不同的技能 再不济提升自己的身体健康吧 只要你肯花时间 花金钱去做所有的事情 未来 所有的机会 跟好运 都会在等你的 希望 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那么 明天中午再见啦